徐阳冰冷地凝视着这个家伙 缓缓开口 小老弟啊 你不是很有能耐吗 你不是能够召唤出很多庇护你的人吗 遗憾的是这些人都太弱了 如果你真的想活命的话 我建议你直接将神界的神王召唤出来 或许他还能够在我这里值一分面子 大元帅自然听得出 徐阳根本就是在羞辱他 以他这种渺小的角色 如何可能请得动神王 可是除了神王之外 放眼当今的诛天世界体系当中 恐怕真没有几个人 是面前这个恐怖家伙的对手了 就算是神界高高在上的四大神将 在如今的徐阳这里 也根本讨不到任何的便宜 甚至只有被单方面碾压的份 徐阳的话音一落 再次收起了自己的图天神器 将重新进行了解锁的玉骨神剑 利用自己强大的精神力 召唤到了这名大元帅的头顶 如同审判之剑一样的光芒 时刻笼罩着大元帅的整个身体 也让他的灵魂世界不停地颤抖了起来 我很想采访一下你 你现在是怎样一种心情 大元帅哪里还有了之前狂妄不羁的姿态 直接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开始对着徐阳摇尾起怜 似乎每一个原本将徐阳 不放在眼里的狂妄的家伙 在最终败给徐阳之后 都会用这样卑微的姿态 向徐阳开口求饶 可想实力这么强大 我根本没有想到 如果真的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就算给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对您这么大声讲话呀 徐阳冰冷地笑了起来 突然大手一挥 将这个大元帅的头头 吞噬到了自己的掌心之中 你现在对我说这些话 和放屁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如果此刻失败的一方是我的话 我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在你的手里活命 我说的对吗 大元帅一时间 竟然被徐阳的反问 弄得哑口无言 可事实的确是如此 在战场当中 成王败寇便是永恒不变的铁律 任何失败的一方 都不可能有什么好的下场 行了 你对我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而我也并不缺你这样一条 只会咬尾巴的野狗 记住 下辈子投胎的话 一定不要做我徐阳的对手 否则的话 你只会更加悲惨 话音一落 徐阳就这样当着 所有四大皇朝联盟军战士们的面 捏碎了他们大元帅的头颅 并且将他体内的神格 一并拖在掌心之中 利用无与伦比的压制力 崩碎了这一神格 原本的话 徐阳会去考虑留下他的神格 给自己的队友们使用 可是如今 他们已经沐浴过吉他留下的神员 各自都有了独属于自己的成神之路 也就没有必要吞噬其他人神格的方式 提升自己的实力了 因此这神格的力量留着也是无用 大不如直接以并销毁 天哪 难道是我眼花了吧 不是说神格是诸天世界体系之下 最坚硬的东西吗 为何这家伙能够凭借徒手的力量 去捏碎一道神格 这怎么可能实现呢 大家都搞不懂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所有人都只知道一个认知 那就是面前这个叫徐阳的家伙 就是一个高高在上 无可阻挡的神明 一个能够随时审判所有人命运的无上主宰 老大这么轻而易举的就摧毁了 这联盟军战士们的心理防线 看来后续我们的进攻压力将会小得多了 就在后方众人其乐融融提前开始庆祝的时候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突然在平原尽头某一个方向爆发 而当世子看到那个方向之后 脸色立刻难看到了极点 不好 那个方向应该是我们古夏皇朝真正的秘密所在 难不成神界的人 已经发现了那一道通往五月天内的传送门 当世子说出这样一番话的时候 小花和女帝同一时间腾空而起 立刻来到了徐阳的身边 将这个至关重要的消息 第一时间传送给了徐阳 而与此同时 后方战场 龙坤也抽出了自己腰间的宝剑 和旁边不远处的世子相配合 一起下达了禁军的命令 古夏皇朝大军开始向四大皇朝联盟军发动强势反击 这决定未来五大皇朝在平原战场当中 势力格局的最终一战彻底爆发 徐阳并没有亲自参与后续的战争 因为以他如今的身份和实力来看 对这些人下手实在是和他的身份不相称 换句话说 这些人实在是太过普通 死在徐阳的手里 他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 在得知五月天门户方面有变故之后 徐阳立刻带着小花和女帝两大女神脱离主战场 开始朝着那火光冲天的方向飞速前进 至于龙昆 灵瑶和泰山他们 则都留在平原主战场 帮助世子一起清剿四大皇朝 这些联盟军的骨干力量 我就知道 神族那些人 绝对不会毫无原因地对古夏皇朝下手的 想来应该是我们进入守望先河之后 那个大元帅私自查到了 有关这通往吴越天传送密道的相关线索 而且 将这一发现第一时间汇报给了神剑 这才有了后续这场战争的爆发 废星途中 小花将自己心中所想说了出来 也得到了徐阳和女帝二人的赞同 你说的没错 毕竟那些家伙从来都是无力不起早的 如果他们得不到真正让他们感兴趣的消息 又如何会主导这样一场阴谋战 没花费多久时间 徐阳三人便精准地锁定了气息爆发的具体位置 而当徐阳三人落地的同一瞬间 三人分明看到数以百计的神族黄金甲敬畏 已经将这个地方牢牢封锁 而在那道豪光春天的气息迸发点 两侧分明站着两个神界四大神将最强者 除了那个第一次遇到的长着六个眼睛的家伙 以及上次在守望天河突然带人出现的人途轩辕刚 四大神将当中另外两个上位神将竟然联手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人当中那个穿着碧蓝色铠甲的家伙 竟然还是一名女子 这个人就是如今拥有神界第一美人之称的禅娟 而站在他身边那个无比高大的 身上有着无尽魔族气息的壮汉 气息比这女神像还要强大几分 应该就是如今的神界四大神将之首 战神风仙 丫头 这传送通道已经开启 的确是通往五月天内领域的 我先进去看看 外面这几个家伙就先交给你了 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 死一时呼叫我 放心吧郎君 区区三只蝼蚁 我能够轻而易举地碾碎他们